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给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话呢各位再唠一唠这个无双版 来看一个 币的这个叫做什么类似 呃履灵奇 呃履灵奇 这个呢是当时啊在直播的时候呢 一个老板啊 有个66夏米乱老板 点的一个这个人物的一个通关教学啊 因为这个人物可能是新出不久啊 然后呢这个 呃可能不太会玩啊 然后呢我这里呢是给这个大哥教学一下啊 之后呢这是这个人物的钱权 啊这个钱权之后 赞一下权是两段 下杀A呢还是那个条 呃灵奇出门的时候呢只有这两招 然后呢这个人物呢 首先呢你就可以当张飞玩是吧 三下A撞四下A啊 然后呢打一个这啥啊 这个B杀呢是一个类似于貂蝉的一个B杀 这个呢在原版里边呢 这个人的B杀呢本就如此 啊这个原版的话呢 它是三国战机三里边的貂蝉啊 这个人物本来就是貂蝉 是三国战机三代的貂蝉 只不过呢是那啥了 哎看这个位置第一条连招 看见了吧当张飞玩 啊三下A之后撞四下A 然后呢前A两下再接前A一下 但是呢得分有点可怜啊 11连呢只得到了90万的分数 这个人物的这个加分啊 不再像A的那个人物那么变态了 是吧摸一下10万摸一下10万的 那个其实呢本身就不符合这种版本的特性啊 这种版本什么特性呢 风在起类改版啊 风在起类改版的话呢 讲究的是连招打分是吧 那种A下距加分的话呢应该是属于119的一个改版 所以说的话呢这个B旅伦奇还是比这个A的要靠谱啊 虽然说这个人物没有那个A的厉害啊 但是呢靠谱程度呢绝对比那个A的要靠谱 然后的话呢这个位置继续啊 咱们呢用这个黄石弓呢把小冰清一清 之后呢这个人物呢你如果想清兵的话呢 我建议你不熟练的情况啊 你就用这个前一清兵就行了 你看到是吧 前一这招非常的厉害 直接呢加了那么多的气 刚才说呢前一这招牛逼啊 这个位置呢咱们继续用这个前一呢来清兵这个小冰 之后这个人物的这个状呢 跟A旅伦奇呢也有了一个变化 他这个状呢比较好用的 这个状呢比之这个那个好用的多啊 这个位置呢你应该可以打这样的一个练招啊 这个练招呢到后边呢也有效 四下A前一两下再接四下A或者三下A前一两下都是可以的 这个状呢变成这样之后呢 状东西变得容易了 我这里呢再打一个挑 这个A旅连起的Z套连招也不适用的啊 这个连续的这个下山A的护接 只不过呢这个得分呢就有点偏低了啊 这个人物的加分分段呢跟这个吊蚀差不多吧 这个人物呢玩起来的感觉啊也跟吊蚀差不多 玩起来的感觉也跟吊蚀差不多 整体的这个你看是吧 比目测啊大概也能看出 同样呢都是白嫩晃动啊 这个啊同样也是B是吧 好吧啊咱们这里呢这个不多说啊 继续的往前走 这个来到了下一个画面以后呢 等你还没升到十几啊 这人加分确实需要点慢啊 建议呢还是用点元居令吧 这个人你要是单靠他自己本身去加分啊 感觉有点蛋疼 这是我玩完这一两把以后呢 这个总结出的经验啊 另外就是这个人我玩的不多啊 我一共呢就玩了 呃一局两局 玩了一局两局 咱俩的话呢 这个呃教各位一个稳定通关 还是问题不大的 最后这个陆续呢需要撞东西啊 这个人撞东西比那个人容易得多 前前A下长A 或者前前A前A 这招呢你哪个用就得劲 你用哪个 你看是吧 这里呢前前A前A和前前A下长A都可以啊 我这里呢两次都是连快了 下一次呢再连慢点就OK了啊 这个连招吧 不是快了就是慢了 你如果连快了呢 你下次连慢点 如果你连慢了下次你连快点就这么简单 之后升到了实际 有一个三半的修建 这里呢修建一扔 直接开始A A三下一个挑 直接结束 然后实际以后呢 多了一招就是236A 就这招 这招的话呢 这是A0级的必杀啊 然后呢去掉了那个发光效果 这招呢也是一个输出主要的一个招子了 这个钻伤还非常的高啊 非常的高 然后呢这招呢你也可以作为这个角落连招里边主要的一套连招 那之后呢咱们继续来看啊 这个钻呢来到了葫芦金啊 全数呢也没有什么提升 最后呢继续利用这个前A的慢慢轻轻抢避 这个前A大小兵是比较可靠的 这种招子厉害在哪呢 这种招子的话呢 边打边位移啊 这种前A的招子 边打边位移啊 这样的话呢 你在打前半小兵们的时候呢 后半小兵就追不上你 所以说呢我推荐各位呢 清兵用这招 最后呢咱们来吧 把这个葫芦金呢 我是准备给他引到板边啊 连一连那个钻的连招 咱们呢直接给他往板边拉 好我们来看 直接神仙笔空倒 丢一个毒气 丢毒气追地 然后呢12342366接个钻 然后呢左右走一步调整一下节奏 私下A再接个钻 咱们可以 您看到呢这一套连招呢 打的伤害呢就已经很足过了是吧 这个必然物呢 本身就不以伤害见调 但是呢这个人呢绝对是 必然物里边这个伤害呢 绝对是名列前茅的一个人物 绝对的名列前茅 之后呢咱们画面一转 就想先走 前边呢再没有援局令 再没有援局令 你通过这些boss呢打点分 今天小兵打点分 怎么你都能来到一个20局的 那么呢打双boss呢 你就用一招就行了 无双 双boss打 打无双 这里呢是虽然捡到了操装令啊 前边呢可以留着打操装 但是我没用 因为呢这个位置 这个我是考虑到你可能未必能 获得一个野草章 所以说呢这里呢 我准备用武双来干一下 这位置呢 莲花清兵啊 本人清巧 一会儿我再说20级发生了个变化 20级的第一个变化 就是这个武双 下上跳 以后宽A 这个武双的伤害呢也很高 这个武双呢应该是 这些人物里边呢伤害也能名列前茅的一堂武双了 你能看到呢这个四万滴血打一个四叉结果不双 我们来看 这个掉血量就很可以了 两万滴血 然后呢这个武双是可以取消啊 我目前为止呢还没发现啊 在后来我才发现 这个武双最后大作做起来以后呢 可以取到下上拳 所以说呢这个人物呢 如果你想打一个高连段 或者说高伤害 你可以怎么打呢 呃武双起 然后呢在这个呃武双那个大作结束之后呢 下上拳挑一下 挑一下以后呢再用A再接个武双 一套连招打两个武双 这个伤害呢应该就够爆表了 但是实际情况呢太废弃了 也太麻烦了 不需要这套连招 之后呢咱们把操装连牌捡到八个啊 丢一个捡一个啊 这个老套路了 之后这位置呢 我是想把女帮引过来 来点角落连段 没有角落连段也一样 我教各位一个非角落连段 那好吧 这里就取开了个武双 那以为我教各位一个非角落连段 这位置我试一下能不能取消 你看果然可以 看见了吧 来之后呢下上A取消 然后这个再接A再接武双 一套连招是可以打两个武双的 只不过呢这剧游戏呢 我没打出这个效果 后半呢也是懒得适了 因为呢我确定这个武双可以取消 我就知道能连两个武双了 所以说呢是不是也就无所谓了 然后呢一路上呢用操场扫一扫 可以看到呢 这分数呢来到了五千万 那么呢这个加分的主力呢 绝对是这个援军令 对不对 这个人物自身的加分呢 比如是那个A旅兵旗啊 是差太多了 然后呢咱们这个 在招安装的情况之下呢 扫一扫这个孙姬跟这个阿斗 这对着嫂子下轻手 对着这个阿斗下重手 阿斗的血量高一点 这样的话呢 你看到是吧 咱们呢直接把这个阿斗扫死 然后呢再给这个孙姬 来一个四嫂直接带走 之后咱们换过来 把没用完的招安装给他丢掉 后边就没用了 招安装一丢 捡一个阿斗 扔了 捡个新的 再捡回旧的 再捡要小时的莲花 再捡每小时的莲花 完美 这样呢第一关就这么结束了 之后呢第二关呢 一路就用援军令打过来 千万不要舍不得援军令啊 因为我看好多人打 这援军令就是来兵了 这有好几匹兵 他也不用援军令 他就用自己本人打 然后呢打完以后呢 分慢慢也上不去 就可能到这我一次了 然后呢同样的配置 然后换其他的玩家打呢 到这可能也就五六千万 援军令扔的包里就是不用 然后呢这个腾格子的时候呢 援军令就空丢了 是吧 千万不要那样啊 援军令这个玩意 除非几个能打的援军令 例如这个四百一 其他的呢也都是刷分的 没什么用啊 不要看 不要那个绑子那么死 完全没用 之后呢 那个这招是四十八的必杀 这招的话呢 我没太看明白 这招是咋的事啊 这招是一个魔法伤害 能追地 然后 然后感觉一般吧 个人感觉一般 建议呢用上下臂那招 那个下雨那个技能 那是四十级的技能 那招呢可以起手 打双boss的主要方式呢 就是上下臂 一会儿呢 我在其他的双boss处呢 我会着重介绍一下 这个地方就弄屁了 然后呢 是凭借着这个下雨 以及四十八 先拿下了四马仪 之后呢 这个曹菲不要打死 扔个动物书 拿个双四马 也就完事了 好 好对 四马一丢 四马一减 动物书一减 战略精一减 之后呢 机门一对ab就完事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丢血书 先丢血书 因为后边还有血书 然后呢 你在减下边血书的时候呢 你二斗就用完了 最后这地儿呢 我是减了一个野的嫂子 这个野嫂子的话呢 特别的野啊 你看这个加分 这个嫂子运居令呢 我推荐各位可以熟练一下 大小兵呢 不要用那些花脸胡哨的 你想刷分就是三下A 三下A接三下A 三下A接三下A 你看是吧 三下A回头 三下A回头三下A 你看到这一个嫂子运居令 两千多万 对吧 这个加分还是很恐怖的 是不是 小兵的话呢 推荐你如果这个 呃 玩嫂子不熟练的话呢 你会认识 这里呢 48亲一个小兵 之后呢 这个小黄叔就不撞了 你先拿 拿完后边也是皮 所以说呢 压根就没必要 之后你可以看到 我身上感觉有很多格子吧 好多人说 把这个嫂子丢了 安心丢了 这些后边都能安排上啊 你再往后看 你就明白了 这位置能够 把嫂嫂拉上了 一趟连上给他带嫂 这个人呢 想打高连段 这连招呢 需要一个板边 板边连 好吧 这里又可能要不板边连了 我们来看 四下A 下上A 再一下A 就是这个自己往下扣了 再四下A 下上A 再一下A 然后呢 踢一个后肩权大作 之后如果没死 你可以追个毒气追地 我这里以为他死 我就没追 这套呢 是非板边连段 我建议呢 你玩这个人物呢 先熟练这套连段 因为这套连段呢 伤害不俗 然后呢 在哪个位置呢 都能用 这是这套连段的一个好处 之后这个位置呢 咱们卡一个小 我们出来了 无所谓啊 从卡一下 这个小兵是可以卡住的 屏幕呢 来到最右 然后呢 屏幕再拖到最下 之后呢 把小兵打死 这样呢 再出的小兵呢 就能卡住了 或者说第一个出的小兵 也能卡住 这样呢 你打虚处 卡住一个小兵 打打虚处 就很容易了 我们继续啊 来看看这个连段 打个毒气筒亲手 一定要用道具亲手啊 四下A 下上A 按一下A 然后呢 落地之间A 就完事了 这套连段呢 比这个A旅灵奇 要简单的多啊 A旅灵奇的话呢 你需要在下上A 结束之后呢 自己手动输入个下A 然后呢 落地之后再接招 这个人物呢 直接就是把这个 下上A和下A呢 两招混为一招了 所以说呢 连招打起来 更加的简单无脑啊 甚至呢 节奏性都不太需要了 我所谓的节奏性 是什么呢 比如说张飞 四下A空风质 你需要等一定的节奏 然后呢 再去接下一次的 四下A空风质 而这个人的话呢 基本就是不用等待 落地之后 直接一句性能 把这个无脑的性能呢 又给他加深了一下 这个地方呢 丢到了酒壶 捡起一个下后盾 好多人说 你是不是疯了 对吧 丢酒壶解下后盾 并不是啊 这个一会儿是要 捡实际残液的 所以说呢 这个酒壶 早晚是丢 那这里呢 我就默不如啊 把这个酒壶 提前就丢了 对吧 反正也是要丢 之后这个位置呢 咱们把张良云桃板边 来看一个角落连段 这是第二套连招 我们来看 角落连段 我们防住了 角落连段的话呢 你可以四下A打这个前A啊 你可以打四下A前A 就是最开始我交给的一套 四下A前A 四下A前A 这套呢 是四下A转 回头找一下节奏 四下A转 空中接一个空气 你能看到 这套的上还是很高的 现在呢 还没有腰带 一方的连招 就能打那么多数 而且呢 如果你调好毒气筒 它这个落地的位置 就是你这个空中 这个大作是四六A 那个暴摔 是一个四六A后肩权 然后呢 暴摔结束之后呢 你人往回一弹 刚好就能 那啥 刚好就能 那个节奏 就能回地 之后呢 我的身上呢 已经凑齐了 这个等死套装 这个等死套装 是什么呢 一般来讲呢 我常捡的等死套装 那就是四本天书 合书缺一本 然后呢 三个道具和衣服 合衣服缺一个 然后这个啥 再捡一个四马迪 这就是我常备的等死套装 背背 并然道具 现在就不能动了 基本出于等死状态 啥时候来 能和这个 衣服的最后一个配件 或者是能和腰带的 最后一个配件 等死套装 就算结束 那么来到这个 血战多金舟啊 现在呢 虽然没有衣服 没有腰带 但是这个地图打起来 真的是不难啊 尤其是当时 点破到外出了 看你打这个 谢谢怪 尤其是多金舟 这个地图 为什么那么简单 是吧 咱一起来看看 为什么那么简单 这里呢 打马王呢 你就随便连 这是打马王的连招呢 不太给技 尽量呢 你四拆接下上A 然后呢 A一下A 扣下来 接个大作 也就完事了 如果咱们来看啊 这个位置呢 我的练花数量 并不太多 但是够用 四个练花 我们来看 首先小兵来了 Boss代小兵 扔一个练花 清掉所有的小兵 然后呢 马上调一个 起手道具 对没错 马上调一个 起手道具 飞盘 毒气 毒标都行 然后呢 对着一个 有威胁的怪 先揍 或者说好杀的先揍 这里呢 我的选择是 先杀夏侯渊 夏侯渊杀完之后呢 剩一个单Boss 如果他不厉害 你就直接平除 如果他厉害 你就再扔到处 这样的话就完事了 这里你先看到呢 这套连招也可以是吧 四拆A前一两段 四拆A前一两段 一共这个人物 就是三套连招 这里运气很好啊 来了个石头树 那咱们一起 捡个石头树 这样就可以了 实际这个位置 没有石头树也能打 你看前边呢 我先剩四个张眼镜 够打这个前边的 这些沙漠科 六个沙漠 八个沙漠科 四个张眼镜 就带走了 然后呢 这个曹操跟司马呢 就四拆A来打 之后呢 前面这些Boss呢 老套路 你看是吧 莲花青小兵 然后呢 道具新手打Boss 一下两下的 就带走了 一套一个Boss 这样的话呢 这个地图就会打得很轻松 很轻松 你看是吧 继续 小兵来了 那个莲花 全清没了 然后呢 两个Boss 七手道具 就按照这个套路来打 这个下B通关 无论你们哪个人物 都是很简单的 我常说 这个可能 下B通关 比19通关来的都要简单 好多人不信 但是确实是这么回事 之后你看继续 再来莲花青兵 然后道具新手 你看是吧 这位 照样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呢 两个Boss打一打 我这位置呢 是加选实在太多了 我都懒得躲了 然后呢 再躲一个位 还是俩Boss 那还是道具新手 看见了吧 那个没中 我就先杀这个 然后呢 四拆再把这个一杀 到点就扔个时间器 对不对 你看 不就是这么容易吗 然后呢 咱们继续往前走 还是老套路 莲花青兵 你看是吧 然后呢 没青的兵呢 用这个平A给他带走 之后呢 继续道具新手 继续道具新手 这里我是想捡个破土雷 没捡 这位置呢 懒得到玉了 这两个有点弱 之后呢 给魏延一个道具 魏延老房 道具命中 你看是吧 这不就这玩意吗 之后呢 如果没有这个腰带 我当时也已经做好方案了 这两个boss呢 我用48打 48的必杀 48的必杀开 三个器肯定是够了 对吧 我现在有腰带 两个器就够了 没腰带三个器 绝对是够了 然后呢 四个战友机 哪怕就是刚才 没有这个运气 这个地图也是随便打 那你看是吧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 你就照这个套路打 这是很轻松的一个事 非常的简单 不要舍不得这些道具 你夹着一堆兵带boss打 那肯定是不好打 这个位置呢 是给了个野的语书 顺手就用了 这个玩意呢 后续也没有 其他作用了 直接撇了就行了 这样的话呢 少了丢帐 就在后边的减帐 OK 那这里结束 九个玩意 给的不错 来个绝帐 咱把绝帐一减 之后呢 打这个葫芦筋 这里其实没有绝帐 前面也能打 因为呢 我身上有雷神嘴 不需要撞锤子了 所以说呢 这个葫芦筋登场以后呢 我一定48的带走 对吧 一定48的带走 很容易 那这里有竹子就更容易了 因为呢 能打连断了 打连断以后的话呢 这个 打的会比较快 之后呢 上面那个车拆一个就够了 然后在顶上等 这里挑不挑都无所谓 等他上来 扔绝帐 对 一定卡在这上角 快了 他48的血 4下A 转 后前走 找一下 找一下节奏 3下A再转 4下A再转 就结束了 就是这么简单 是吧 这里弹个广告啊 咱不管 大概都关了 4下A 236A 然后呢 4下A 236A 接一个大座 或者收一个A 都可以 之后呢 画面一转 来到吕布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也不难 这个位置 你看灯小兵都出来 来一个语书 起手 然后打吕布 我这里是吕布离得太远了 正常来讲呢 你跟他离近的 刚才吕布呢 也是有点位移 最后这里再来 你看是吧 语书起手 连清兵 带起手 然后连招 你看是吧 这里呢 飞角落就连下转A的连段 这个人飞角落就连下转A 角落里就连钻 然后呢 前一那套连段的 你可以享用的时候 用一下 那套连段的伤害不是特别高 但是呢 比较简单稳定 这就看你个人喜好 最后这个位置 双Boss 我们看双Boss 你起个道具 双Boss一定不要硬高 你看起一个道具 然后去打老虎 把陆迅放倒 打老虎 四下A 转 然后四下A 转 一个大作 空中四六位 之后呢 陆迅打几下不疼 咱们再起个道具 你看 给陆迅控住了 咱们再做老虎 这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之后呢 剩一个大帽子 你扔来道具 或者硬拼都行 因为这个老虎死亡之后呢 你的血基本就堵满了 然后呢 你就是跟他硬钢 他打你一下也死不了 对不对 你不想硬钢 你接着愣到具 他也够 这玩意儿确实 就是这么一个流程 不是很难 这位置呢 咱们直接起连招 起 你有病啊 你又是不打啊 陆迅 你也懂 这里 这里 我来了 这玩意儿 太跳了 来了 我跳好毒气了 四下A 下场A 再接A 然后呢 下场A 再接个钻 抽一个平A 之后就去 到板边 四下A接个钻 然后呢 左右左右找个节奏 好吧 我这里直接大作了 这个位置大作可以互接 我没接上 在大作结束之后 可以呢 再来一个四六A的大作 这个大作是后肩权 可以再来一个四六A的大作 大作跟大作互接 但是呢 这个招呢 我一般都是收尾的能用啊 打最后一试的能用 OK 那咱们进门 这个人通关压根就不用别人啊 建议你不要进里边 那个镜头一试 没用 那么呢 这个吕蒙登场 开场毒气直接一驯 然后平A收招 再来个毒气追地 直接呢 再来个四下A算 回头 拉过来 四下A再算 结束了 压根就不用管那个小兵啊 一个血量太多了 小兵打你两下呢 也无所谓 你就骂他就完事了 然后咱们继续进门啊 来看看这个双Boss 双Boss这个位置 出门站下人的好处呢 是孙权黄奈登分开 然后呢 羽叔起手 躲孙权连段 并且再打孙权的一套 之后呢 继续跑位 这个地方呢 就不要打48了 48的伤害很低啊 我一会儿可以给各位试一下 你看啊 这个48 这是有腰带的伤害 你看他真是玩意 你看是吧 烂七八包 这一套下来之后呢 远没有刚才的羽叔奏效 你看两个Boss分开 羽叔起手 如果起手的距离太远 就独气推地 哎 你看是吧 这个玩意多好用 之后呢 再打一套 然后呢 再跑开 再等 哪怕你没有要带 你身上的气度是够的 打双Boss 就是等他俩分开 羽叔起手 切记 两人分开 羽叔起手 然后呢 连你要连那个目标 这个位置就算分开了 但是呢 一个羽叔 把他俩凑一起了 这个呢 就是 找的不太好 不过不要紧 咱们呢 继续再找下一次机会 再找下一次机会 再来个羽叔 这里你看离得远也不要紧 直接羽叔接住戏 哎 看见了吧 之后呢 趁着黄干还没有反应 咱们呢 就把这个孙卷 也带走了 之后呢 剩个当黄干 你要是想撞的东西 你就撞 我这里呢 好像 我这里也需要撞 我还没喝一杯子呢 好 这里呢 来吧 661下场A 661下场A 661 这里呢 先撞三下 然后呢 这个杖脚筋也满了 不用剪了 之后咱们把这个啥 把这个飞盘调好 背面道具也调好 我这背面道具前面也调好了 合衣服的方式呢 交过各位无数字了 这里呢 就不再交各位了 我们来看 这个飞 飞 飞 飞啊 飞盘一算 调好飞盘 你黄盖啊 要是不打啊 我也就不跟你多说了 再飞 来 飞盘之后 直接 我这合完衣服了吗 哦 我好像是合完衣服了 那无所谓老 我这也记不住了 看一眼背面 合不合完衣服 合完衣服了 我这火哥哪儿剪的 那么地吧 所以可哪儿剪的 可哪儿剪的 咱们来看下一波啊 同样是一个双boss 同样是一个双boss 这里连着失误了 同样是双boss 同样是这个语书其手 这个位置隐身一多了 又爆了个野的 咱们呢 直接见隐身一 然后呢 打一个千A连段 再来个千A 接走了 下次接晚点 就完事了 这样呢 你这套连段 也就熟练了 是吧 那么呢 咱们这里接着来 又爆个无名火 好神奇 那看来那个火力 也是野外爆的 之后呢 再给下后蹲一条连段 直接就带走了 然后咱们来看个双马吧 这个女的这个48的boss 是吧 都觉得不太厉害 其实我也觉得不太厉害 但是呢 她这个48的boss 打马很厉害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打马厉害 走 首先呢 马不打地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boss一直在撞这个马 这样的话呢 一个48的boss 那两个马就全秒了 所以说呢 这个女的这个boss 你就可以当成是 赵云的那个冲锋枪 冲锋枪的这个 上下乱窜的版本 当成这个用就可以了 这就是这女的这个48的boss 之后呢 我这里选择往右走 是因为呢 选择往左走 啥马上都减不了 腰带也喝完了 然后人啥也喝完了 一杯喝完了 你往左走呢 没有什么好用的东西 但是你如果往右走 能获得 九狐 呃 那个 动数 是吧 能获得这一系列道具 所以说呢 这个时刻呢 往右走 是比较不错的一选择 之后呢 双boss呢 同样是有助亲手 给他们拿下 你会看到是吧 这边打起来非常的简单 或者说呢 你找对了方法 打起来都很简单 只有这个杀狗 咱们的千万小兵 然后呢 给杀狗一套连段 5万四的血 我们来看 4下A 钻 后前走 找节奏 4下A 钻 一个空袭 大坐 带坐 5万多的血呢 一套就秒杀了 你看是吧 这是这个人伤害比较高的 一套连段 之后呢 拆个炸了 这可能挡过一个道具 果然 OK 咱们呢来到了这个视频上部的最后一个boss 夏侯渊 这个夏侯渊呢 同样 语书起手 清小兵 小兵死亡连boss 就是这么简单 角落外接下上A 角落内就接这个转 再接一个大坐 之后呢 又来小兵了 语书再起手 或者刀剧起手 也都行 好吧 这样呢 视频的上部呢 就有个大部分了 喜欢我的视频呢 就点点关注吧 这样呢 也方便你找视频的下注 我是本期的解放永恒 今天就到这了 咱们片段时间 不见不散 拜拜